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好了是吧 这都好了吧 能拍了吗 我被采访是吧 我以为我还是导演呢 好吧 来吧 这次做一把被采访的演员吧 王导您好 下面我们想问一些 关于您个人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 婚姻吗 您拍过很多武侠片 然后很多人对您的评价 也都是像一个大哥一样 您认同江湖大哥的 这种称号吗 不是 我应该不是太认同 但是我从年轻时吧 跟我玩的人都比我小 我智商不够 一帮小孩跟我玩 都叫大哥 做人成熟之后 还是一堆人 有什么事让我评 王文杰评评 谁得理 我说谁对谁就对 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 因为我就崇尚义气 人做事要义气 要讲人讲义 我在处理戏的过程中 永远是带着一种狭气 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 传说中 他有着绝对精彩和浪漫的身手 93年我拍了第一部戏 就是大陆武侠片 是第一部戏 白美大侠 那个时候拍还真是挺兴奋的 就愿意怎么拍怎么拍 很开心地拍了一部武侠片 有很多人会说 影视行业也像一个江湖 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不完全认同 因为做影视的这个团体 面对几亿观众 它是有责任的 光江湖是不够的 要有义德 你看我们的义德教育没有了 演着演的戏可以不演 我身体不舒服 不顾一两千人的大场面 就可以离开的 也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 应该是越来越少 不好 我看了一个视频 对比英国共同男人 单杠 拉起来一直蹬到这儿 一身尖的肉 很讽刺 一个综艺节目 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 就是写的没有眼儿 你看 这些一帮人 全这样的 好讽刺啊 太讽刺了 这对观众是伤害啊 我觉得 你像我们以前的电影影影响了一代人 我们那些不好的剧 也影响了一代人半代人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一定是要有责任 有责任心地去创作东西 不怕苦 不怕累 脱胎换骨 迎进挑战 将塔塔人讨还血债 真狠啊 你们这是炸中国人的油啊 路上的苦 算什么呢 大三线需要我们 我们更需要大三线 所以说我觉得文艺作品很重要 它不仅仅是娱乐 它要欲教娱乐 我们拍着八路军 没补丁 然后战场上化妆 鸽子顺便还有红 男的还踢成这样啊 我现在才能看到这样的戏 其实我就很不愤地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看到当时的战争是这样的 是不可能的 那是翻天覆地的东西 你怎么会弄成一个 以乐趣为重要的东西呢 不行 这个风气要改 这可不可不不啊 我不所谓了 可以不啊 没事 我愿意得罪人没事 我不怕啊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都是一种作风 要真诚地尊重历史 真诚地面对你创作的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应该 我现在老了 我也觉得还是应该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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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